这个男人突然将手中的咖啡杯扎破 任咖啡横流 殊不知 这个看似荒诞的行为 其实是在拯救整个朝鲜半岛 因为就在不久前 朝鲜境内休眠的火山 白头山喷发了 所谓的白头山 其实就是中国的长白山 它是中朝两国的戒山 它的喷发也就意味着朝鲜半岛的灭亡进入了倒计时 今天就带大家看看 这部耗资260亿韩元 打造的有着韩版2012之称的白头山 这部电影有一个非常魔幻的设定 在电影中 朝鲜已经成功造出了核弹 而且他们为了和平 竟然主动向美国低头 准备将核弹全部交给美国 男主任昌是一名韩国的拆弹专家 这天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天 因怀孕的妻子即将临盆 任昌曾答应妻子在孩子出生前申请退役 就在他完成任务返回医院的途中 一下班高峰期被堵在路上 正在直播的大屏幕上 朝鲜文化会馆轰然倒塌 所有人的手机纷纷收到一条紧急灾害通知 很快 这场大地震也波及到了韩国 我 不可以 我 我 不准备 啊 啊 我 regulator 嗯 detto eyesight 喂 一波恐慌过后 这场火山性大地震立刻上了新闻头条 所有航空线路彻底瘫痪 整个朝鲜全境沦为焦土 陷入无政府状态 中国政府在边境接壤地区集结3万兵力 美国政府对驻韩美国人下达紧急召回令 这场灾难的爆发引起四国同时参与其中 与此同时 正在收拾行囊的地质学教授马书 被国情局民政首席全有进堵在办公室 三年前 美籍韩裔的马书就提前预判这起灾难 给韩国政府发出过警告 却被当成了一个笑话 如今笑话变成了现实 政府又将马书视为了救星 来到韩国国会上的马书告诉他们 白头山下面一共有四个演讲库 刚才喷发的只是一号演讲库 预计82小时后 两个小规模演讲库会涌上地面 真正的难题是 第四次爆发会导致整个韩半岛全境 84%的地区受到灾害 作为专家 马书提出 在演讲库5公里以内处 引发60万吨TNT规模性爆炸 会有3.48%的概率 把演讲压力降到45% 摧毁周边的地层 制造岩浆通道避免灾难 为了更加形象的比喻 马书扎破咖啡杯予以掩饰 白头山周边总共有12个矿场 构造极其复杂 马书认为 深度3.5公里的9号铜矿是个突破口 可是运输60万吨TNT根本不现实 威力相当 且方便运输的就只有核弹了 此言一出 现场一片哗然 认为这简直是荒谬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 韩国根本就没有核弹 总统权衡再三 觉得有希望总比没希望要强 于是便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韩国是没核弹 但朝鲜那边有 趁着核弹头还没有被美国转走 不如将其偷来 用于摧毁岩浆库 当然 他们并不需要将整个核弹头都偷走 他们只需要将核弹头里 最关键的浓缩物质油 偷走就可以了 然后在白头山的9号铜矿里引爆 但完成这项任务 需要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 于是 从12次参加韩美军事演习的人昌 成为了最佳人选 就这样 人昌为了妻儿的平安 选择接下任务 并答应妻子 一定会在上船前重聚 至于具体任务内容 他也并不敢告诉妻子 女人 对 但是 如果自己叫我女人 为什么这么紧张 你不太早就来 我们直接拍摄 对 你约束 约束 與此同時 韓方找到一名朝鮮的多面間諜李俊平 除了韓國高層 只有他知曉核彈的位置 但因為間諜行徑敗露 現被收押在黃海道附近的收容所 而任昌等人此次任務的第一步 就是找到李俊平 先通過他前往基地拿到濃縮油 運往礦坑 引爆 危機也就解除了 為了對李俊平實時監控 他的體內還被植入了芯片定位系統 經過測算 此時距離4號岩漿庫的爆發 僅剩75個小時了 時間緊 任務重 為防止意外 拆彈組和特種兵分為兩個小組乘坐飛機 然而飛機剛抵達朝鮮 特種兵的飛機的螺旋槳就因吸入大量火山灰 而引起引擎故障 並燃起大火迅速坠落 指揮部艦撞 立刻命令拆彈組飛機上的眾人 打開機艙 氣機跳傘 大家平安落地後 任昌帶隊趕到墜機地點 大家平安落地後 任昌帶隊趕到墜機地點 這才發現 特種兵小隊的成員已全部死亡 並在總指揮的命令下 拿到了裝有礦場地圖和GPS追蹤器的黑色提箱 剛拿到東西撤退時 因為無法增援 任昌的隊伍不得不承擔起了作戰和拆彈的雙重任務 這讓所有人不由開始忐忑起來 好在朝鮮如今無政府的狀態 讓任昌等人的入侵並沒有遭到攔截 很快 他們就找到了李俊平的所在 被怼的人昌 安排隊員上前爆破監獄鐵門 可一頓操作後 炸彈並沒有反應 李俊平走出牢房 來到所長辦公室 才得知 韓國居然想要用核彈引爆火山 李俊平嘲笑 資本的想像力過於前衛 下一秒 突然站起身走向人昌 李俊平來到浴室 李俊平來到浴室 修理好頭髮和胡鬚 還取出了身體裡的GPS 接著 打開偷偷順走的人昌的錢包 掏出白頭山附近12個礦場的分布地圖 牢記在腦海中後 撕掉地圖吞進嘴裡 失去地圖的人昌成了無頭蒼蠅 李俊平就這樣給自己上了一層保險 沒有他 人昌就無法到達指定地點 途中 李俊平看到島下的領導人同向 不禁感嘆 自己以前每天就生活在領導人同向的注視之下 不久之後 李俊平要求下車上廁所 並找看守的成員進來打火機點煙 並隨手將火機扔到地上 當對方彎腰去檢時 等其他人察覺不對時 李俊平早已逃之夭夭 而定位器也早已被他取下 人昌只好帶隊 進入閒心室抓捕李俊平 此時 擺脫控制的李俊平迅速回家 找到衣櫃底部藏著的小瓶子 拉開抽屜 掏出手槍憋在腰後 插入電話卡打給中國街頭人 接著 找到尹君子妻子 詢問女兒的下落 得知孩子被送走 李俊平朝他扣動了扳機 聽到槍聲的人昌 迅速鎖定方向找了過來 發現李俊平並沒有殺人 反而丟掉了槍 主動讓他們給自己戴上手銬 通過李俊平的指引得知 六枚核彈就藏在機械工團內 人昌派出兩名隊員 敢去工廠附近查看 得知裡面只有一些基礎守衛 聽著人昌煞有其事的指揮 李俊平赤之以逼 按照李俊平的計劃 小組迅速衝進工廠內 趁著發電機被炸毀 開始清除阿層的敵人 李俊平眼看被包圍 找人昌要了一把橡胶彈手槍 假意打倒人昌後 暴露位置 就這樣 他們以極小的代價贏得了戰鬥 李俊平輸入密碼後 電梯啟動 來到基地內部後 仁昌等人開始拆彈 並將核彈頭中的濃縮油取出 可核彈還沒有拆完 就遇到了第二次火山噴發 快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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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想不得快快速報告 快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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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李俊平趁着众人顾不上自己 开始奋力自救 独自逃出工厂的李俊平 接到了对接人的电话 此时 仁昌打掉最后一个核心弹头上的螺丝 带着队员们冲向来时的电梯 正好碰见赶回来的李俊平前来接应 就这样 众人冒着被砸死的风险 向厂房外跑去 最终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任务 另一边 马叔看着融化的巧克力 想到了融点 一次次的计算 一次次的模拟 他重新计算出了引爆地点 就是7号铁矿 因为铁的融点要远低于铜 方案的成功率也提升到了53% 可还没等马叔将这一消息传达出去 仁昌的队伍遭到赶来取核弹的美国大兵的阻拦 由于仁昌的队伍并没有太多的作战经验 面对美军的精准射击 一时之间伤亡惨重 好在仁昌是一个智力型的选手 爆炸产生的火枪 成功阻止美国大兵的热感攻击体系 仁昌刚带着引爆装置 坐上李俊平开过来的装甲车 这时美国大兵进入韩国指挥部关闭设备 高层来到清瓦台 提醒总统不要让事件恶化 在中国边境引爆核弹 简直是无稽之谈 马叔见一切都来不及了 立刻起身准备离开韩国 这时接应人打给李俊平 在普天见面 被靠在起爆装置上的人昌醒来 提醒李俊平打开手铐 时间来不及了 图中 趁着李俊平下车放水 人昌快速捡起地上的弹壳 拆卸起爆装置上的把手 眼见把手螺丝被拆下来时 下一秒 人昌吞下了李俊平取出来的GPS 提醒他 部队一定会追踪过来 二人随即爆发一场恶斗 也许 将军 争斗中 任昌拿起地上的电击枪击中李俊平 自己也不慎被电陷入昏迷 此事的首尔 任昌的妻子志英 赶到美军部队集结地 掏出证件交给大兵进入车厢 正好就坐在了马叔的旁边 但他马上就要离开这里 并不想和他有过多牵扯 两个小时后 李俊平在任昌的怀里醒来 再次将任昌靠了起来 醒来的人昌心中百感交集 事已至此 任昌只能帮着李俊平 把起报装置运到普天 期间还不忘了起 任昌那位出事的孩子是男是女 夜里 志英顺利来到美国临时机场 与美籍的马叔不同 志英不得不等所有美国人上船后 才能上去 志英也没有反抗 正好等等丈夫任昌 李俊平和任昌来到市区 在超市找到一瓶可乐 正相互礼让时 美国大兵冲进超市 俩人带着起报装置 试图从后门逃跑 队友的营救 让二人有了短暂的喘息 就在他们逃亡之时 第三次地震袭来 童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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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美国临时港口因地震引发慌乱 韩国国民冲破路障向场内冲去 马叔看着大兵拦住志英上前制止 救下志英的他 打给首席全友静 全友静按照他的想法 来到被美军控制的指挥部 谎称取一份重要文件 窜进信号指挥室 拿出记忆卡将美军在朝鲜的卫星信号拷贝出来 离开时还是被发现将他团团包围 这时韩国总统的护卫队赶到 拦住美国大兵 全友静坐上总统车队的汽车离开现场 总统这时打来电话 同意全友静的辞职申请 而这也是总统能帮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毕竟这件事不能是政府的官方立场 全友静拿着记忆卡和马叔见面 距离最后爆发还有三个小时 李俊平和任昌在车上相互对峙 李俊平始终认为 韩方的计划根本不可能成功 这时车子来到分叉路口 左边是龙水里 右边是普天 任昌放下了枪 其实他对计划成功也不抱希望 现在的妻子应该已经上船 只要他安全了 自己也就了无牵挂了 让李俊平把引爆装置拿走去交差 李俊平转身孤身一人下车 还凭借记忆 为任昌画了一份简易地图 这时马叔通过美国信号打给李俊平 坦白 一开始这个计划就是自己提出来的 现在发生了变数 需要从9号铜矿转向7号铁矿 听到妻子现在并没登上去往美国的船 任昌挂断电话后立刻赶去普天找李俊平 此时的李俊平也终于找到了浑身脏兮兮的女儿 愧疚不已的他 这才发现女儿早已不认识自己 这时对接人的车队赶到了这里 然而本就对李俊平不信任的街头人 此时已经失去了耐心 举枪瞄准李俊平的脑袋 一阵汽车鸣笛声响起 是任昌赶了过来 他高举白步走下车 事宜两方停止交火 当街头人来到车前才看到 起爆装置已经被启动 计时器与第四次火山爆发时间一致 任昌告诉他设备一旦启动无法撤销 美国大兵收到上级命令上前查看 任昌告诉所有人 一旦到计时结束 这里将毁于一旦 美国大兵一听率先带队离开 街头人也迅速上车远离此地 任昌叫队员把李俊平和孩子带到安全区 却被听到的李俊平叫住 李俊平和早已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告别后 和任昌拉着起爆装置前往7号铁矿 来到长白山脚下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愣住了 任昌躲过火球攻击 冲进矿场轨道洞口 李俊平拉开电闸 装好起爆装置冲进坑道 这时气体喷出来将两人打退 坑道内部电机损坏失去电力 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赶到电梯口 可电梯已无法使用 眼看时间已所剩无几 任昌拿起箱子里的雷管 试图弄断钢索迅速下降 谁知一切准备妥当后 李俊平却支开任昌 将电梯门关闭 李俊平后悔 从来没有做过一个称职的父亲 说完 他拿起打火机点燃雷管引线 来不及悲伤 任昌现在必须离开这里 身中一枪的李俊平 凭借意识试图站起身 推动着引爆装置 向七号坑道口前进 完成任务后 靠在起爆装置上休息 静静迎接死亡的降临 最后 核弹成功引爆 李俊平用他的生命 成功将第四次火山爆发 扼杀在摇篮里 一年后 马叔再次从美国回到韩国 而且不打算再回去了 任昌也领养了顺域 组成了四口之家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此时的这帮校霸还不知道 眼前这个叫小金的高中生 早已不是他们认识的 那个怂包小金了 住在他身体里的 其实是一个叫老张的黑帮老大 要说这老张 年过四十 西夏无儿无女 多年前 娶了前任会长的女儿后 深得岳父的重视 每天谈的 都是上千亿的跨国项目 唯一的眼中钉 就是这个贼眉鼠眼的杨社长 一再次出现了 一本来 你还有人在哪 一本来 你来干嘛 你自己的高中生 你哪里是什么 郑先生继续你 你怎么不关闻 你不是 五宗传三 撤上了 你这个 这天的老张和岳父会谈后心情大好 来到街角的一家拉面店回忆往昔 原来这家店的前任老板娘是老张的前女友 只剩二人已经断联多年了 临走时还被拉面店老板娘拉着 被迫给一个高中生买了单 然而就在老张开车回去的时候 命运的齿轮开始飞速运转 这些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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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他人在哪里 先生们在哪里 你吗 起床了吗 我明白了 稍等 你为什么在这里 等老张再次醒来时 赫然发现 自己变成了肥宅高中生小金 在所有人眼中 高中生小金的坠楼生还 堪称奇迹 一番诊断后 给他安了一个短暂性失忆的病症 老张突然想到 自己在拉面店见过这个高中生 难道是老板娘会魔法 可等他跑过去时 这里早就已经拆了 中生小金君 马上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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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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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 就连老婆也把她 当成了入侵者 无论老张如何解释 在老婆眼中 她就是个神经病 还叫了警察过来 最后在父亲老金的不断陪礼道歉之下 才把她捞了出来 ��eme 哎 哎 哎 不知道 你 鳍 是 这鸡蛋 你把我们的老板 拌鸡蛋 你怎么做的 有警察 有警察 你会知道 你会知道 知道吗 大病出遇 老金为他准备了丰盛的食物 好 吃了很多 这 我不吃了 先吃吧 你最喜欢的 等到老张再回过神来 哎呦 咱俩莫妮可 很漂亮 哎呦 为了搞清楚 这个叫小金的家伙 为何会从天台坠落 从而砸中自己 老张毅然决然地回到学校 调查真相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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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昔价 小金向来 却还在虽然 但是小金相对了 那首女孩 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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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因为打扰自己吃饭 老张只是喝止了一声 就遭到来自太旭的恐吓 相约放学后校门口见 毕竟也是一个黑帮老大 老张可不带怂的 这个狠狠的 这狠狠 刚好目睹这一幕的小怂包 这一下就要倒霉了 我没什么看过 这个包子也没看过 拉扯之际 老张拉开了隔间门 捡起手机的他 察觉到了太旭一帮人的紧张 主打一个唱反调的他 这下更要看个清楚了 声称手机明天才能还给他 果然 老张当晚就在相册里 找到了小金坠楼的真相 当天的他 为了帮贤珍取被挂在高处的鞋子 按照校爸们的要求 在天台上行走 一时没站稳 这才导致了后面的一系列神奇事件 第二天放学后 老张如约来还手机 并告诉他们 自己并不打算报警 但视频已经做好了备份 只要他们不再招惹自己就行 晚上老张回到医院 看到自己的副手 正忠心耿耿地守在病房里 为了证明自己 就是那个躺在病床上的老张 他一一细数副手的种种不为人知的琐事 副手这才相信 老张的灵魂 进到了这个高中身体内 被问起为何要日夜守在病床前 副手表示 自己收到消息 杨社长准备趁他病要他命 自己必须守护好老大 现在事故原因已经查到了 老张本来都已经打算退学的时候 意外发现 贤贞的妈妈 竟然就是自己的初恋花姐 为了证实心中的猜想 老张让副手取下自己的头发 自己则薅了一把贤贞的头发 送去做了亲子鉴定 结果显示 贤贞竟然是老张的亲生女儿 想到贤贞在学校饱受欺负 如今的老张可不会再坐视不理 开始公然和这帮不良少女 唱起了反调 并决定和贤贞一起 靠自己的力量 翻身浓浓把歌唱 由副手担任教官 以锻炼身体为由 对俩人进行魔鬼训练 在二人的不懈努力下 贤贞的武力值有了明显提升 老张也在不知不觉中 成功剪掉了一身肥肉 换上隐形眼镜 来了一个大变身 立马就靠颜值和身材 在校园里成功出圈 在老金遇到暴力催收的时候 更是挺身而出 老金愣是护住他扛下了所有 要在人留下名片扬场而去 但很快 他们就知道 这次惹错了人 凭借着不俗的伸手 副手顺利拿下全场的MVP 并强行抹除了老金的所有债务 另一边 贤贞在面对不良少女的挑衅时 也不再是以前那副受欺负的样子 得知贤贞再也不会受欺负 花姐特意为老张 做了一碗秋刀鱼拉面 并自嘲 这是贤贞爸爸当年最喜欢的口味 很多年没做过了 正说着店里一名醉酒顾客 对花姐动手动脚 一旁的老张自然不能忍 接下来老张一边暴打这群混混 一边说出花姐是自己的女人 让他们不许招惹 最后人是赶走了 但花姐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直到老张说出花姐多个隐私部位的特征 以及二人恋爱时的种种细节 花姐这才相信 眼前的小金其实就是老张 原来当初的花姐还没来得及告诉老张 自己怀孕的消息 老张就棒上了会长的女儿 跟花姐提了分手 这天 学校的校草主动邀请贤贞 周末参加自己的生日派对 作为过来人 老张一眼看出 贤贞喜欢校草 殊不知 贤贞这一去就是羊入虎口 表面上千千君子的校草 实则是个不折不扣的败类 在贤贞拒绝喝酒时 原形毕露 好在被叫来跑腿的小怂包 将此事告诉了老张 老张立刻在几个不良少年的指引下 迅速驱车前往校草的别墅 就在贤贞即将遭遇不测时 老张及时出现 既然如此 就别怪老张这个黑帮老大 拳头无眼了 有了底气的贤贞 也不敢示弱 有了底气的贤贞也不敢示弱 因为这次英雄救美 老张成功俘获一众少女的心 当然也包括贤贞 听到她的告白 老张气得赶紧逃离 而花姐在得知 女儿跟她表白后 立马慌乱地拒绝 却又不敢告诉她 老张的真实身份 放学后 花姐将老张拉到无人的角落 希望她可以尽快消失在 母女二人的生活里 否则无论是以什么身份 都是一段不伦的关系 这下轮到贤贞崩溃了 无语地跑开 这下轮到贤贞崩溃了 无语地跑开 这下轮到贤贞崩溃了 这下轮到贤贞崩溃了 这天夜里 杨社长来到病房 打算对老张下杀手 就在这关键时刻 醒来后的小金 迷迷糊糊地回到了自己家 吓得老金差点当场去世 正好老张放学回家 事实摆在眼前 此时的老金这才知道 儿子和老张的灵魂互换了 老张提出 只要小金帮自己一个忙 他就帮小金追求贤贞 两人来到花姐面前 谎称灵魂已经归位 由小金用老张的这副皮囊 求得花姐的原谅 正说着 杨社长已经带着一众手下 找到了店里 这个时候 就只能是老张 用小金的这副皮囊迎战了 虽然老张很能打 但这次的杨社长是有备而来 带来的打手 个个不容小觑 就是 杨社长有备得 ショー 你 是 是 好 是 对 是 是 我 是 是 是 好不容易以一敌多打败对手 杨社长却不讲武德 危急关头 花姐拧着煤气罐冲了出来 此话一出 这群黑帮差点被下尿的同时 三冠也碎了一地 最后花姐抱着老张的这副皮囊 把这些年来所有的委屈和怨恨尽数吐了出来 曾经相爱的两人此刻和好如初 在此期间老张的妻子也没闲着 不仅给他戴了绿帽 还伙同杨社长伪造证据诬陷老张 贪污30亿公款 好在老张并没坐以待毙 而是写了一封亲笔信 寄给了会长 就这样 女人自曝了自己和杨社长合谋一事 接下来 会长要求老张过来亲自对质 小金不得已 以他的身份战战兢兢地走进别墅 哪见过这种场面的他 那是分分钟暴露原形 针对女儿对家人的背叛 会长大为光火 不仅将她的财产全部充公 还剥夺了自己的继承权 气急败坏的女人立马爆出 老张有个高中生女儿的事 这也是他前不久刚查到的 关键时刻 通讯设备出了故障 小金并没有按老张的意思 否认这件事 而是大方承认了花姐和贤真的存在 女人懊恼地离开后 会长也让小金离开了 听到全过程的老张 很感谢小金 说出了他没有勇气说出来的话 车里看到这一幕的女人 怒火瞬间被点燃 很快花姐和贤真闻讯赶来 觉得自己挺不过去的老张 终于说出了所有实情 话还没说完 老张就失去了意识 一旁的小金也嗡得一声轰然倒地 手术室里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时间一晃已是半年后 灵魂已经归位的小金 重新回到学校 如今的他 已经成为了学校里最受欢迎的人 再也没人敢欺负他和贤真 而杨社长因为涉嫌杀人未遂 被警方逮捕 花姐重新开了一家更大的拉面店 老张和老金 则成了店里最卖力的员工 李焕 明镇一时的职业球手 曾因奸商沦落为后备队员 今天他重回赛场 却在比赛的重要关头掉链子 积累数年的名气毁于一旦 可他丝毫不慌 他背上包走进地下室 他早和赌场老板有约在先 利用付出的噱头打一场假球 先展现实力制造天价赔率 再故意输掉比赛 果然一赔五十 老板赚得盆满钵满 他也拿了一笔不小的分成 他是球员 来这种地方要注意 而且不能多呆 他拿了钱背着包就往外走 包里的钱还没捂热 就看见一群警察迎面冲了进来 总是混迹在地下赌场的人 看见警察就像耗子见了猫 场面陷入混乱 李焕也被迅速制服 靠上手铐关了起来 赌场被查封 李焕也跟着倒霉 虽说他没投没赌 第二天就放了出来 可随身物品都在 偏偏一大包钱不翼而飞了 他咽不下这口气 回到赌场去找 赌场里早就换了一拨人 大哥话还没说完 门就被李焕推开了 李焕也不废话 上来就要钱 干这行的没有和善人 大哥起身走过来 刚想教训他 被李焕一把推开 李焕拿了小弟手里的钱就要走 又被大哥拦住 大哥换上一副好言相劝的模样 正儿八经说了几句 趁他一步留神 拳头又轮了过来 李焕没那么好骗 运动员的反应和动作 比普通人要快得多 就算被放倒 几个人围起来踹 他也能抓起一块砖 找到突破口 一个接一个干倒他们 他下手也够黑 对着脑袋砸 被扔在沙发上的大哥 一看战况又缩了回去 当今法治社会 凡是打架的都没有好果子吃 输了的躺医院掉挂瓶 打赢的占床前赔医药费 大哥递给他一张名片 叫他转账过去 李焕不情愿的接下就走 没有钱 李焕生活落魄 只能带着几瓶酒 睡在球场场椅上 本来还可以再干几票 可赌场被先 他们的地下交易也跟着败露 李焕在球场身败名裂 现在无处可去 正好被两个人盯上 他们在皇帝财务公司干活 这是市里有名的高利贷公司 里面个个都是凶神恶煞的催债员 总裁叫长和 那天长和在病房门口 正好碰到要离开了李焕 进了病房才知道 自己四五个手下 对付李焕一个人 反而全被打进医院 手下还在强词夺理 但长和已经没心情听下去 李焕身手不错 又露宿街头 干这行的 不免起了稀才之心 他把李焕叫进来面谈 李焕正愁没钱没工作 想都不想就直接同意了 一代天才球手 就这样进了韩国黑帮 当天就执行第一个任务 入行第一天 大哥也没打算真靠他要钱 叫他在旁边观摩学习 然后一拍钱包 带着手下过去了 李焕乖乖站旁边抽烟 一根烟抽到头 人还没出来 他干脆上楼看看 随行的两人在楼道跟他擦了个身 都狼狈不堪 带着一身伤往外逃 他再往里走 看见大哥脑袋被按在板上 明明是来要债的 反而被石斑拿着刀威胁 大哥刚一出生 石斑就发现了李焕 把人扔在一边 他换了目标 抬起箱里的镰刀 一把抵在李焕脖子上 问他是谁 没想到李焕根本不吃这一套 什么都没说 石斑再问 李焕推开镰刀 开门见山跟他要钱 石斑听了 立马一早踢了上去 他以前也是在道上混的 下手没个轻重 脾气也不小 这次碰上个不给面子的 不打一刃 这小子不知道什么叫尊敬前辈 被李焕拦住之后 顾忌重施 又举起箱子砸过来 一怒之下抄起岸上的刀 却被李焕生生用手接住 别说大哥 就是石斑这样的狠人 也被吓住了 李焕趁机拉过他硬碰硬 然后一把推进水里 又补上几手 大哥今天也算是开了眼界 搞定了让人心烦的刺头 向总裁献上满满一箱钱 长河当场就扔了两打给李焕 没想到又被李焕扔了回去 这是说好了医药费 第二天大家欢聚一堂 算是给他接风洗尘 长河对他印象很好 可手下小弟不一定瞧得起他 李焕还是瞪着他 小弟站起来就要揍李焕 身边的人不乐意了 李焕现在是自己人 起内讧就是坏了规矩 他熟练的塞了口冰块 一拳抡了上去 小弟熟练的吐口血 继续坐下吃饭 教训过后 长河原厂 大家一起喝酒 李焕倒是没在乎挑衅 因为他的注意力 被长河身边的女人吸走了 两人刚刚在过道里 已经见过一面 身材好又长得漂亮 他第一眼就喜欢 而且忘不了 没想到酒席一开场 这女人就坐在长河身边 灯光越来越暗 几个人都开始自娱自乐 李焕对他身边这个女人 完全没兴趣 目光转了一圈 酒精上头 一挥手把桌上的瓶瓶罐罐 全摔在地上 所有人被吓了一跳 他自己却睡着了 这女人叫小池 是夜总会的老板娘 她只是看上去风光 在这种地方工作的 多半是欠债无力偿还 小池就是其中之一 她一方面出卖肉体 一方面替长河监视其他人 但这些李焕一概不知 她不是老实本分的人 喜欢一个女人 没机会 她就自己制造机会 晚上跟着小池 看她回家 去酒吧时 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其实小池早就注意到她 李焕接二连三地出现 终于让她走过来搭话 小池是个聪明人 早就看穿了她的心思 她情史丰富 也不纠结 次日 两人就手牵手 一起去海边吹风 散步之余 李焕去买饮料 回来的时候 小池身边多了个老男人 起初李焕以为是她父亲 但随后 这男人就出言不逊 话里话外调侃两人关系 嘲笑小池 李焕一听就要动手 老头被揪着衣领 还嬉皮笑脸 李焕一看更气了 却被小池拦了下来 不得不说 这一手拦得好 这个老人不是什么小喽啰 第二天李焕刚到公司 就和他撞了个正着 这是皇帝集团的幕后主席 长河背后真正的大老板 长河叫李焕向他问号 李焕照做 老大也没计较昨天的事情 两人都当作第一次见面 这段时间 李焕的职位也突飞猛进 他原本只是一般员工 除了打架要账之外 还要负责拉客户 在公厕门板上贴小广告 吸引人们来借高利贷 闲暇之余 李焕还帮同事买下赌注 打赢了几场赌局 长河发现之后 就立刻开车来问他 下赌注是凭实力还是靠运气 李焕之前是球员 赛场上的风云变缓 其实在行内人士看来 都是意料之中 只是以前打比赛 球队不允许队员参与赌球 现在被开除 自然没了限制 听完决定把公司经营的毒网 交给李焕管理 李焕是职业囚手 可以制造有利于公司的赔率和投注 这里面能捞上一大笔钱 说完他又给李焕配了一辆车 事业爱情双丰收 李焕可谓是迎来了人生巅峰 但这个巅峰只是个泡沫 长河的这一番话 李焕没当回事 他还是听话干活 半夜带着刀去砍人催债 带着兄弟打个痛快 挨家挨户提着钱出门 上车后扬产而去 直到三年后 他经营的毒网出了岔子 不是出了失误 而是做得太好了 原本一切都在他的管理下裁员广进 但现在毒网越做越大 引来媒体关注 李焕之前就因为打假球 失去公信力 如果被媒体发现 毒网幕后就是他 再向公众报出这个消息 生意一定会受到波及 长河无奈之下 撤了他的管理位 李焕正烦着 在赌场无所事事 之前挑衅的小弟又来找茬 说上两句也就算了 这次直接上手垂了后脑勺 他不是人气吞声的人 一下就踢开椅子 顶撞回去 大有要干一下的意思 小弟看了看同伴 没再说话 李焕烟一摔 气冲冲出去了 两人当时没发作 事后却在背后和长河打小报告 反正现在毒网也不靠李焕经营 他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干脆过河拆桥 彻底把李焕踢出公司 这一想法立刻被长河否决 在黑道 最重要的就是讲义气 就算两个人互相看不顺眼 还得各退一步 海阔天空 把人留在身边 总有用得到的地方 长河看人很准 没过几天 就有一件大事 等着李焕去办 那天长河和老大谈事情 车子行驶得正平稳 忽然面前闯入几辆车 拦住去路 后面也紧跟着被堵上 他们车子被迫停在路边 动弹不得 几人挥着棒子爬上车 三两下就砸碎车窗玻璃 来寻仇的不是别人 正是三年前 被长河举报入狱的赌场老板 外号老虎钱 他最近行满出狱 第一件事就是找长河报仇 他在外面瞄准两人 冲着车窗狠狠一棒 玻璃四分五裂 里面两人正缩在一起 无处可逃 他一把拽过长河衣领 就要强行拉出来 这时手下终于赶来救援 几辆车骑刷刷开过来 下来十几个小弟 抄着棍棒朝他们狂奔过来 老虎钱寡不敌众 只好放下狠话 串上车逃走了 虽然转危为安 可这事成了老大的心头之患 不除掉老虎钱 早晚有一天他还来报仇 与其坐意待毙 不如主动出击 李幻接到任务 带着两车的人 他第一个提刀下了车 一群人进了酒店大堂 携食前台 查到老虎钱的门牌号 进门就乱杀 这次可不像白天一样 光天化日下 最严重的就是棍棒香加 一到晚上 他们手里拿的都是刀 见人就往死里砍 李幻在后门堵着 房间里人声嘈杂 血见得到处都是 有人见形势不对 立刻走后门跑路 正好被李幻拦下 一刀毙秘 老虎钱这群人 一个活口都不能留 他转回正门进了过道 路上全是横尸 李幻拿着刀就往上冲 神挡杀神 佛挡杀佛 接连放倒三个后 现场慢慢平静下来 小弟过来 把他按在墙上 两人都往下看过去 他身中一刀 血流不止 见了李幻 还不忘骂上一句 骂完他 小弟全身的力气都没了 揪着他衣领 跪倒在李幻面前 李幻此刻也满身是血 手里正拿着刀 这一幕刚好被挽来的同事看到 他们之前就有矛盾 差点要打起来 这时自然看一眼就误会了 怀疑李幻公报私仇 都愣在原地 老虎钱趁着几人没留神 悄悄溜走 这几人什么也顾不上了 立刻开车 扶着小弟送去医院 但伤势太重 医院抢救无效 李幻的解释没人肯听 自己以前打球的兄弟 也因为欠债自杀身亡 可他连参加葬礼 都会被家属一推一嗓地赶出灵堂 行路至此 他自己也迷茫了 自己入这一行 究竟是对还是错 心烦意乱的时候 他经常找小池 但最近怎么也找不到小池了 家里不见人影 只有满地乱堆的衣服 电话也没人接 其实早在前几天 李幻就发现小池有点不对劲 经常晚归 一回家就躺在床上疲惫不堪 他欠着债 早就已经失去自由 就算小池背对着他 他也知道小池流眼泪了 第二天他就问了常和 并且主动替小池背下所有债务 常和十分不赞同 让他不要把拖把地当被子盖 但他执意要求 常和别无他法 但常和也给出威胁 他吩咐手下进行债务转换之后 看着李幻给他鞠躬 又对着电话补充了一句 架空李幻的所有职务 从前归李幻管的债务 现在交给其他人 李幻没理他 自己的活被抢了 只能靠自己再夺回来 手下小弟都听过他赫赫威名 再加上李幻还是老板面前的大红人 这一顿拳打脚踢 谁都只能咬着牙接下来 不敢质疑几句 债要到一半都灰溜溜地走了 常和威胁不了他 只能叫人把小池带过来 叫他收拾东西滚蛋 小池一开始还装傻充愣 把话说开 小池一听就脑了 常和也只是把李幻 当成身边的一条狗 从头到尾只有利用 但这毕竟是常和的地盘 他说什么都没有用 小池无计可施 常和拽着他 一字一顿地发出威胁 他这个人一向言出必行 小池只能一声不响 从李幻身边消失 李幻到处找不到他 只能来酒吧碰碰运气 刚一进门 就碰到常和坐在桌前 常和知道他是来找小池的 李幻也有预感 小池的消失和他有关 常和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只是告诉他 小池之前已经骗过好几个人 他不会再让李幻不他们的后尘 李幻还没说话 这时几个人已经到齐了 之前的兄弟五人 现在只剩下四个 小弟在医院很可能熬不过这一晚了 现在所有人都怀疑 那一刀是李幻趁乱捅的 他生活处处不如意 早就万念俱灰 这时候就算是刀架在脖子上 李幻也无所谓了 甚至还催他动手 眼看着就要出事 常和一个酒杯砸在对面酒瓶上 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但这行的 早就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了 生死有命 他不会计较什么 但是如果真有人背叛 他也绝不会放过 说完他扣下手里的酒杯 带着人回去 刚走到车边 车后有人叫住了他 是老虎钱 常和平时只会下棋看爆 对上雷厉风行的老虎钱 就只有被打的份 他挨了两拳之后 已经没有反抗的力气 又被椅子迎面踢中 当场被拍晕过去 好在酒吧里的李幻 收到小弟通风报信 老虎钱解决完常和 一回头就看见了李幻 常和身边的人 没几个真能打的 因此老虎钱 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两人不多废话 直接开打 老虎钱胜在力大气粗 拽着人就能扔出去半米远 趁机再补伤几拳 李幻连续摔了几回 砸出一地电火花 可他还能爬起来 两人脱了外衣 都开始准备 要认真再打上一场 李幻一直处于弱势 被打了几次后 终于找到窍门 一上手 老虎钱就知道 这人不简单了 他拖着老虎钱 一边手上用力拧紧 一边顺着力道往后退 老虎钱喘不上气 四肢发须 又被扔在冰箱门口 连颊带踹 终于晕了过去 李幻看他一时半会儿 醒不过来 出去透口气 和长河坐在一起 接管他的烟 两人休息片刻 李幻带着老虎钱 到了一树荒郊 挖了一人长的大坑 老虎钱被绑在树边 一看这坑 心里就有树了 自己这一遭是回不去了 但他就算死 也要拉个垫背的 原来当初赌场被查封 就是长河一手造成的 长河盯着老虎钱的一举一动 趁着赌场生意正火热 他贿赂检察官 两人联手举报 成功把老虎钱送进大牢 却没想到 连带着李幻一起遭殃 如果不是长河 李幻现在还在球场 轻松赚大钱 不用背上人命 也没有兄弟怀疑 李幻手里的东西还没放下 这时怒上心头 转身一铁锹就拍了上去 而根子立刻清静了 但李幻还嫌不够 把铁锹对准脑袋 继续泄愤 对着死人泄愤没什么效果 李幻想起长河说的 他绝不会放过叛徒 既然自己已经说不清了 那干脆就真的当一次叛徒 新公司建成 长河出任总裁 他在掌声中走上台 鞠躬之后 正要发表讲话 门外闯进来一对警察 目标很明确 直勾勾看着台上的长河 会上立刻开始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 如果没有确凿证据 警察是不会随便抓人的 更何况 这次警方已经有了搜查令 肯定不是空穴来风 果然另一头 检察官带着人 在公司上下翻箱倒柜 一通搜查 所有书籍文件一律没收 甚至还用机器暴力打开保险箱 长河的账本就在里面 公司会议上 知道挣扎无望 长河跟着警察往出走 在老大面前停了停 他怀疑是老大在搞鬼 虽然上次闹出人命 导致长河不相信罹患 但相比较来说 他更不相信老大 他一早就在老大身边 安排了小池做沿线 很久以前 他也和李焕说过这件事 其实他和李焕 都是老大手下的一枚棋子 在这个公司只会被人利用 他们应该自立门户 经营毒网 放高利贷 都游走在法律边缘 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长河在规划新公司 在岸边做翻船码头和度假屋 这次新公司刚建成 就由警察上门 他很难不怀疑 这是老大的动作 但实际上 长河冤枉老大了 是李焕买通了检察官 他们俩人理应外合拿到账本 长河入狱 李焕反而穿起西装革履 担任了新公司总裁 手下几十个弟兄 吃饭 开会 他都坐在正中央 李焕还保持以前的习惯 经常向老大汇报工作 但他明显有所保留 和他来往的政客也提醒他 江上已经有了游艇 现在见几艘帆船 没什么钱好赚了 要想做成生意 要把目光放高 计划要大 是时候应该想办法 离开老大自立门户了 李焕一个人拿不定主意 于是来监狱找长河 但他并没有直接开吼问 长河这样一说 李焕更加坚定 他决定自立门户和老大开战 长河反而开始劝他 但李焕根本不听 老大他们官商勾结不简单 但他自己也不是吃素的 单枪匹马闯进公司内部 老大也一脸淡定 这枚棋子不听话 解决了就行 老大叫他坐下 李焕走上前 拉开椅子就坐 这时检察官从侧门进来 他们之间有过交易 但这位检察官显然是来者不拒 而且很会挑人 这时候力量差距悬殊 他就立场坚定地跟着老大 他从包里拿出礼患交给他的账本 翻了几页就扔在桌上 老大身后的保镖立刻围上来 刀抵在他脖子上 老大轻飘飘下令 慢慢切割 让他品尝贪得无厌是什么滋味 眼看着刀子就要刺进去 门口又嘈杂起来 一群警察冲进大门 几人留守门口 另外几人走到老大身边出示证件 老大违法犯罪的账本还在桌上摆着 这次是逃不掉了 他只好起身 跟着警察走一趟 老大虽然被抓了 但余薇还在 入狱前 他动用全力见了检察官一面 两人坐在桌前慢慢喝茶 老大提起自己的账本 叫他查清这是怎么一回事 第二就是把长河放出去 检察官虽然嘴上说办不到 可一转眼 长河就被人带到监狱门口 两人一出一进 这句话更是碰到了长河的匿名 人都讨厌被别人当作棋子 更何况现在 老大已经入狱 天高皇帝远 集团里他也有画实权 再想控制他做事 没那么容易了 老大这一手 本打算利用两人之间的误会 放长河出去除掉李幻 再就自己出狱 却没想到自己放虎归山 长河出狱后回到自己公司 办公室桌子上 还竖着李幻的名字 但他却并不怪李幻 这时李幻也终于反应过来 虽然小池当初被长河逼走 但自从他债务清除之后 无论落魄还是发达 甚至长河入狱 小池都没有找过自己 他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原来当初 长河劝他不要感情用事 是认真为他考虑 长河得知检察官找到账本后 伺机等待 检察官提着账本进入电梯 长河悄悄跟上 在电梯关门之前成功拦截 进了门之后 没等检察官反应 武警嘴巴不让他发出一点声响 手上的匕首一寸一寸刺入他喉咙 血液缠缠流出 看着他倒地身亡 长河丢下刀转身离开 老大外面的耳目不止检察官一个 玉琴送来一本书 老大翻开看了几页 里面传来震动声响 原来书内掏空 放了一部手机 检察官的死讯 几乎当天就传到他耳中 既然两枚棋子都跳出棋盘 他只好做出最后判决 罢的公司很快越做越大 江上停满了他的帆船 几个人聚在岸边 刚签完合约 李焕抽出一支烟 可怎么也没打着 这时旁边过来一个人 问能不能借支烟给他 他懒得借 直接掏钱塞过去就走 那人在背后开始骂街 他刚一回头 那人拔刀冲上来 李焕挣扎不开 只好伸手戳进他眼睛 这一招还曾奏效 李焕又躲过几刀 可杀手显然不止有一个 立刻挥着刀子围上来 他一一闪过 虽然中了一刀 但丝毫没有影响伸手 这时岸边所有路人 都朝他走过来 面对前后夹击 李焕孤身一人 还带着伤 对付他们肯定施不消 这时长河从身后赶到 戴上手套和杀手打了起来 李焕也趁机抢了一把刀 和这群人厮杀在一起 两人纷纷中刀 但这时不能倒下 一倒下 这辈子就完完了 两人忍着伤往后走 一群杀手步步紧逼 地上还有被两人 打到倒地不起的 可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终于无处可退 长河上前拼死搏斗 双拳难敌四腿 即使牵制住两个人 他也挨了好几刀 李焕的情况就更糟了 辛苦支撑一段时间后 两个亡命之徒 终于等到自己人赶来援救 两人腾出手来 互相搀扶着跳上游艇 他掺着李焕往里面走 可杀手也跟着他们跳上来 长河又挨一刀 他费尽力气 把跟上来的人 统统打晕扔进海里 李焕坐上驾驶位 用尽全身力气推开推杆 驾着游艇离开岸边逃离危险 最终两人躺在浮浮沉沉的甲板上 一起抽了根烟 李焕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帮忙 这时长河才告诉他实情 两人在少年时期就见过一面 那时李焕被人围殴 长河捡起他掉在地上的球 又拉开正在揍他的小弟 把球还给他 他说看见李焕 他就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 从一开始 他就是真心帮李焕的 想带他一起自立门户走正道 两人虽然之前有过嫌隙 但此后不会再有 为了皇帝是一部成功的韩国黑帮电影 三个拥有皇帝梦的男人 展开权力斗争 片中强调要硬下心肠 才能成功上位 但最终获胜的 却是兄弟之间的温情和义气 电影情节丰富 极为主角颜值在线 尺度十分大胆 打斗场面也精彩顺畅 作为黑帮电影 值得一看